HELLO 大家好,今天就來玩一下Pokemon的改版究極六寶石5 之前我已經玩過,可能第二、第三、四都玩過 但未玩到最後,今次看看有沒有機會玩到二週目、三週目 但長度都非常長,我不肯定會玩到那麼久 今集第五代也是究極六寶石的最後一集 因為有些製作組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遲些可能下一集會找一集第零集去講解一下 好,我們來了 首先來吧,開始吧 我也聽過一些人跟我說究極六寶石是非常難玩 比以前更難玩 因為究極六寶石二、三都已經很難玩 好,你有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小田卷博士 究極六寶石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改版遊戲 如有條件支持正版 換言之,如果你是通過付費獲得本遊戲 包括但不限於開通平台會員入付費群品方式 建議請退款或抵制這種收費獲取途徑以防下一位收害人出現 而且這個款項與製作組無關 這就是製作組加入的一些對話 好,沒什麼特別 你剛剛搬進來的嘛,我知道了 我準備好了沒有,振奮人生的冒險即將開始 開始了不知二十多年了 我們來了 好,距離六寶石一開始已經出現了三隻 四隻的神獸 包括製造麻木的阿爾宙斯 還有掌管空間、時間、反轉世界的迪亞魯卡 精靈的創世之主阿爾宙斯 總有一天,五等將會有一個運動的空間 空間截與混亂的時間點相遇 一切預示著萬物的滅亡 光輝大神和焚天滅世的次哥 終將延盡一切並奪走萬物之光 職靈末日到計時能夠阻止得你一個 一切的劫與懶終將考驗你的選擇 給你提示吧 我分散了十七塊力量碎片 讓你聚集之時就我們相會之一 即使是五等的神話 都沒有辦法輕易打到光輝大神 現在五等將會刺予你中醫時的記憶以此為代價 過去、現在和未來徹底推翻是一切 還未太遲改變職靈世界的未來 我聽到已經很煩,十七塊碎片了 這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在這裡? 快點繼續前進到這裡由我們牽制著 和我戰敵時還有空到處網真摯命運 想不到以這種方式再次相遇 我只不過認為他們的計劃可以令我變強 只要變強無論做什麼都無所謂 在你和小智決戰這麼多年 本來以為你的心境已經改變 不要看無聊的往事 我和他在對戰,不是開茶會 認真點和我對戰 否則會好像艾蘭那樣 那一大隊最終大意被我打倒了 他說他曾經追求最強大這個錯誤的道路 什麼和精靈和我木相處無聊到死 雖然我曾經有想過 但輸了給你身邊各位之後 令我不禁回想你都是白費 就像是煮飯仔的日子 令我輸給一個究極訓練師 艾蘭最終輸給我足以證明 我現在追求的強大師是正確的道路 我將追求神話的力量將以打敗你 阿娟快點前進吧 我們有不少冤業要處理阿銀 戚陸前輩 身為火箭隊的首領之子 把目是有負責我必須幫助他 今次絕對不想錯過他 我知道了 我深刻清楚你的想法 可否將你的意志實踐和我對戰呢 好了 OK 這個一切是阿爾宙斯給我看到的未來的記憶 未來任何決定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成為了究極訓練師 擁有究極的力量 因此被自己樹立了不少的縮敵 一切都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不是 阿爾宙斯給我看到一切的記憶 就是看網改變一切的結果 必須認真從破片的未來尋找線索 避免走向終端 我們首先把這個教做快 好慢 好 這裡不是逐個逐個都會看 這個 阿道 這些就是幫忙對抗的人 上面那些應該是反派角色 嘩 搞什麼 水艦隊 ORAS赤艷蟲是什麼 已經太遲了 因為你阻礙我和這個水不同 上次基地還未吸取教訓 令起時空的我 比我更加狠濕 我和他組合給你無敵 終結之電的夢想終於實現 他已經扔下你獨自前往祭坦了 即使你們全員因為異獸的氣場增加 組織的一個小卒都有2組的人 我們都不會輕易放在這裡失敗 因為我們是狗激亂問 為何可以這麼喜歡病的台詞 所以我曾經一度想改過自身 但追求力量的本能沒有放棄過掙扎 另一個世界結果教了我如何正確控制過優卡 這個藍色的寶珠現在在我手中發揮了更加強大的力量 我能夠感受到 沒有辦法阻止我們是彩虹火箭隊 好了,你不要說那麼多了 有很多話要說 只看到都看到嘔吐 朗日究竟內克洛芝麻 朗日是誰 這就是講一些結合了新版的小卒劇情 因為是光輝大神應該就是內克洛芝麻 我戰敗了阿金 在你來之前我和朗日一起挑戰火箭隊 他試圖阻止我們太強大,沒有辦法抗衡 拜託你,爭取一些時間 即將步入最終之戰 是不是能夠以自身命中註定成為究極訓練師 將彩虹火箭隊打到呢 這個就是整個遊戲的最終目標 其實我很久之前都沒有玩到這麼後 照理應該上來,看完劇情就完 嘩,一堆神獸,一堆究極 究極的光輝有了這股力量 而是內克洛芝麻將會成為新世界的主宰 我們作為驅使著究極力量的彩虹火箭隊 將軍臨天下統治全世界 究極聯盟已經攻入基地通路 已經指派了真治、幹部和銀少爺去阻擋 天界之地已經準備好請盡快 哼,那位紫色頭髮少年多喜歡他 眼神有我一樣巨大的野心 他很優秀,跟靈朗都完全不輸 不管怎樣也好,優秀的棋 時間不多,我們快點被諾克洛芝麻吞細 光輝,這樣將會成為創世紀的究極之光 自古文獵顯示除了槍柱外這座山連接著外界 根據世界各地參考過的文獵顯示就是這裡 已經控制袖水 人工控制系統,配合火箭兵團的幻獸X計劃 已經完全控制了 暗克洛利基亞,沒有寶珠控制 真的很多 之前我好像沒什麼看過 看完都不記得,老實說這些 去吧,諾克洛芝麻 打開神界的空間 他就是控制著這班神獸去打造一個新世界 不知道開過什麼空間 天界的道路,天界之敵 天界之敵是不是就是艾爾宗斯那些東西 大家看看是誰來了 是究極訓練師 究極訓練師,死不足惜 竟然來復首 不是啊,順便輸給兩位赤艷童 赤艷蟲 沒有一齊來,看我看錯了他 曾經追求最強,竟然聯絡得跟一般訓練師一樣 過著一些主犯仔的生活 離最強之路越來越遠 為何只體已經打開,你們已經沒有勝算 偉大神話將會降臨在這個空虛與無趣的世界 無名小卒三番四次阻礙我們計劃 如果你跟剛才兩位成都阿羅拉聯盟一起想得到一些勝算 單憑一日沒有辦法阻止我們 你不屈服的眼神真是令人不愉快 是時候讓你體驗一下究極的絕望 慢著,誰說是一個人 聞好聞好 這些是歷代的主角 小智 已經爆了機,其實第一集已經說完劇情不用玩了 大家可以回去不用看 不是,我就知道小智你終究會出現 即使是這樣,憑你兩個都不是 當然不是,還有其他人 赤孔,你一個是赤孔 怎麼會,明明被惡食大王吞細了 相信我把木 沒錯,確實 被捲入了究極志動 但最終找回了他,成功把他帶回去正確的世界線 這麼厲害嗎 這麼忙,要做很多事情 越來越多增援,連這個什麼黑刺都來 你們計劃玩完了 不要太囂張 你們的計劃最終都會失敗 如果你貿然登上去,我會令這個天界之體的構成消失 你們都得以墜落 虛擬的人去 不論哪個世界都打算阻止我的計劃 六位賢者都已經被人捕捉了 就是他 曾經等你子團會破滅 就是因為你這個連名都不知道的無名小卓瓦解了 這個就是黑白的劇情 黑白的劇情 現在連那位第部作七言者的小鬼都在 值得一次過把你解決 嘩,實在太多了 我們上吧 爆肌了 完 這個就是我們最喜歡玩的劇情 但這個劇情應該是很久 剛剛那個是夢境 這個就好像有些什麼作文 寫完一大輪打殭屍拯救世界 然後發夢 剛剛起床 在家裡剛剛起床 還要遲到上學 好像就是這樣的情況 OK 嘩 越需要詳細請按B 越讀電腦旁的冒險須知 嘩,這個是有難度的 看看 後面是空白 下意識你繼續犯 沒有任何筆記 貼乎 助手模式 對手是精靈沒有個體力量 不受精靈訓練等級限制 道館聯盟等正式比賽 不對攜帶精靈作出限制 可以使用背包 無法獲得黑色訓練師卡 好像有點普通 中間呢 對手的訓練師精靈的努力值總和不超過508 遵照限制等級 要按照標準規則 不可以使用背包 對手的訓練師 對手的訓練師總和不超過508 有等級限制 道館聯盟的正式比賽 對攜帶精靈要求按照標準 不可以使用背包 要用淘汰鍵 所有對手訓練師的指揮水平為加強型 OK 好像超厲害 這個呢 我這個是沒有寫的 OK 助手就是最簡單 標準就是中等 挑戰就是最難 我們直接來個挑戰 是 直接來個挑戰 一旦作出選擇 無法跟改 重新玩過去 選擇難度 中停了 把他調好 我們最喜歡調的就是12點中 OK 喜歡你的新房 房間 已經清理乾淨 樓下都整理完畢 叫精靈幫手搬屋 真是方便 最好看你桌上的東西齊不齊 好啦 即是現在我們玩的 就是不可以用藥 不可以用 真的很多東西都不能用 很多限制 錯過了鏡頭 小田園博士 那這裡應該都是跟之前一樣 好啦 回來了 剛剛因為那個畫面 有少少低FPS 所以我就 認識一下 認識一下 現在很順 好啦 好啦 你是 怎麼有個火焰團的小鬼在旁邊 你是 你旁邊是鄰居嗎 我家裡的女兒和你差不多大 你現在那個女兒應該是樓上 喂你哪位啊 你火焰團的人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是鄰居 你已經有自己的精靈了 好困難 叫我鄰居 起碼叫我大哥哥 一巴箭死他 你哪位啊 那你搬屋 小瑤 夢想要跟每一隻精靈都做朋友 嘩 有點傻 我要幫忙捉野生精靈 最好不要亂動 小瑤的精靈口 這個是什麼 你看看他們吃東西 吃著食物的樣子 多有趣 嘩 鬥獸牆 裡面 裡面有生種食物 提供給新人訓練師 這些是 好 這裡沒有特別 照道理劇情應該是這樣出去 你好 外面有些很可怕的叫聲 但我沒有精靈 可以看一下 各位救我啊 聽聞這裡是可以 正常來說這裡只有三隻精靈 就是奇異種子 小火龍 還有這裡有車理龜 聽聞就是不斷向 對了 只要你向左移 向右移 你就會看到 第二代 第二代的精靈 第三代的精靈 第四代的精靈 第五代的精靈 第六代的精靈 第七代的精靈 第八代的精靈 嗯 其實都不錯 自由度都不錯 但是八代的主角裡面 老實說 有些是特別厲害 有些是特別廢 但是有些是要配合夢想才厲害 例如這隻蛙 這隻蛙要有夢想才厲害 如果不是就廢 之後就 其實大部份都要夢想才厲害 老實說 我們不如用火焰口 所以幾乎用火焰口 有沒有呢 火格 最終會變成 都沒有了 不要用火格 我想用 我想用奇異 波加慢 我們不如用波加慢 波加慢 波加慢 射敏紅 我們首先看看波加慢的情況 波加慢加密防減速度 馬上廢 咦 他有不服輸 努力被降低時提供兩級攻擊 咦 他有夢特性可以拆 這裡 OK 那我就想拆一下 會不會拆一下 會不會不能拆一下 會不會不能拆一下 泡沫蛙呢 咦 有啊 變幻治愈 我多想用泡沫蛙 加特防減攻不行 可以 我其實是預加特攻會比較好 加速度 加速度 不是加特攻 一定要全速 這隻 等我拆到的時候 他就再回來了 好了 拆了出來了 但這個性格是天真 即加速減突防 其實都可以用 因為我覺得 忍蛙的防禦都比較低 所以其實沒什麼所謂 都可以照用 變幻治愈 其實挺有用的 不是開玩笑 是挺強的 射敏紅 其實這些地方 這隻遊戲的難度其實都偏高 如果真的太難的話 其實應該要找個地方拆好努力 之後才再冒險 會安全一點 保險一點 但我覺得不太需要 先玩 我本身不太喜歡拆東西 不過很難拆這些東西 還有這裡拆太慢了 因為這裡的重 努力值得1 即是說意味著 你要打可能200多場 一項努力要打200多場 太累了 雖然有加速 這個有sample 有些藥品sample 會不會不夠打 這裡 這裡會有你的喇叭 要不要抓蟲 其實我也在想 抓什麼蟲 神秘的森林 合集出口 貌似無法進行 一方通行 我們先看看這個小瑤 有什麼重 103武道路 看你爸爸送我的精靈給你 既然你也有精靈 我們就離場對戰 木手弓 沒問題 馬上變成普通 嘩 電光石火 看看 聽說你和小瑤去戰鬥 初次告知真的不錯 幫了我很久的研究 已經有不少訓練師的經驗 這個精靈圖駕本來是為了研究而訂購 但我現在決定給你 說得很偉大 明明就是給我做事 我家小瑤無論去到哪裡都帶著他 就會把數據update到這個圖駕上面 回來找野外工作的我 把這個成果給我看 精靈球 不說那麼多 都是那些東西 這裡拿這個風速鞋 就是跑步鞋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看有什麼精靈需要抓 因為實在難度都真的較高 中間的挑戰難度 所以其實應該不會輕鬆得去哪 嘩 為什麼有隻爆肌蚊 紅色四足的肌肉蚊 確認是UB02膨脹 附近檢測到有究極動力的波動 小赤 不要打算 小心被他走掉了 昨日的青年 紅色的怪物B 2 嘩 不要理我 我快要追 彭章 沉默的青年 依然沉默 真是銅鑼那隻二獸的力氣 真是直接攻擊人類 剛剛二獸嚇到你 沒問題 我們會解決 你守個面子 嘩 精靈圖鑑 荒原地區最新版 小田卷給你的 看來是我的後背 我是青綠 剛才那位是Rat 來自關東地區 剛剛那隻UB02 最近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波動 有些地方出現了通往異世界究極之動 究極的異獸就是來自於究極之動另一端的生物 究極異獸十分危險 如果遇到你小心應對 我要幫手了 以後再見 好 這些不會難打得去哪裡 我懂得變幻之餘 其實一開始有用變幻之餘 算是挺容易打的 嘩 但你這樣OK 沒問題 因為我轉了用 甚麼 我轉了用普通 但應該會輸的 這裏 他其實也挺舊的 因為AI判定我是在用水系 所以馬上換一隻雷出來 但我應該可以先用水系 然後再用電光石火 這樣就可以壓多彎了 可以用舔 好 我們不要拍擊吧 這裏其實可以用鬼系 因為他應該會用普通技能 咦 丟了這邊用 我還以為他用普通技能 還是AI已經厲害到可以 知道我用甚麼技能 然後再出判斷 電光石火 嘩好痛 老鼠仔 不行回去回血吧 打了短褲小子阿勇 美藍 這些是一些最初 即是一開始不同地區 最初的精靈 例如有甚麼鳥仔 波波 有沒有波波 喇叭牙 這些都是最初 最初 剛剛第一二個盾管 會撞到的東西 應該就是在這裏可以撞到 鳥仔其實我真的沒有哪隻想捉 鳥仔要遲些先 因為這裏的鳥仔不太厲害 不太厲害 所以是 咦 咦 咦 要劈樹的 我進那個森林吧 OK 綠文森林 這裏我記得好像 那裏怎麼有個東西 這個甚麼事 這個人 我去奧飛是一個測試員 我先捉了90隻 迷布里姆 就出現了魔法鏡 特成 魔鏡魔鏡 告訴你誰是世界上最歐的人 為了防止這裏跳 我一樣禁飛 跟我說一個好溫的咒語 補給全補底 副本零掉落 甚麼東西 他在這裏捉了一個布里姆 剛才那塊是 復活草 迷路 累了吧 休息一下 有趣 OK 尼多朗 嘩 為甚麼那個人在上面 他是中我的筆還是他在上面 他在設定 蛤 為甚麼會這樣 咦 嘿 停下來可以入甚麼 咦 我原來只是年輕人 我原來是劇情 我是密丹 最近調查這個奇怪的動物 你知不知道歸奇怪到的東西 不知道 這些奇怪到的東西叫究極之動 據說連接著世界各地 這些平衡時空 異世界危險動物 這些動物會出現這些危險的精靈 甚至會出現一些不屬於精靈的怪物 你最好小心點 這座究竟知道動物已經封鎖了 我剛才見到你很可疑 看看你的訓練師 給你這張身份證 噢 這個名字 今後會監視你的行動 不要讓我再次懷疑你 少許我拘捕你 嘩 很囂張 小子 嘩 嘩 嘩 這隻不錯 優綿 草系 嘩 嘩 那裡又有一條牛站在這裡 為什麼 這麼多人站在這裡 什麼水 金珠 送我五千塊而已 好 貪心律鼠 我的名字叫寧空魚露 是製作組新來的素材師 你可以叫我寧空一點 也可以叫我魚露 這隻精靈見面 你看看送給你 啊 膽小蟲 嘩 厲害啊 不是啊 加速減特攻不厲害 它不是加攻的嗎 對啊 膽小蟲要加攻的 算了我還是不要 水蟲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水系 低能 總之save 是不是要save一下才行 應該是啦 加藍終於save 否則 哎呀 又從來走過 這裡 好 終於出來了 哎呀 真的辛苦 一來就要穿過這樣的森林 超辛苦啊 貓游少一叻 這次有什麼online game 一叻神寵 我要保持練性 勃必是最強的訓練師 讓我的職業生涯 再多一個戰果 你 嘩 這麼兇的 嘩 那我頂他就有好處 他打不到我 嘗嘗 搖尾巴 嘩 這裡好狗啊 OK 不要緊 這裡頂啊 毒針 OK 搞定 真是不錯 不錯 這個什麼人 嘿 你一個很燦爛的微笑 我一個外號 收集精靈分裂師 一個種快樂 可不可以讓你看說明 什麼單詞 是不搞的 這個 這個以前那些什麼精靈 那些 拿一些 不知道什麼 神秘禮物 那些配信 那些 那些 特別的精靈 官方派的精靈 精靈分裂很多屬性 本中屬性都有優勢 和弱點 木手弓 他有水上 嘟嘟嘟嘟嘟嘟 這些是一些新手要看的東西 那我就 不太是新手 所以不用看了 你來了半圓的家 都不是一個人來了 我們跟精靈一齊來吧 你要認真 好 風圓地基的道館挑戰 聯盟挑戰等正式比賽當中 採用精靈聯盟斑暴敵 大家有些字看不到 那我讀出來吧 基本的規則 具體內容為 訓練師不能攜帶背包想像 精靈不能攜帶相同的道具 隊伍中的精靈套鑑偏號不能相同 真是不可以一樣的精靈 被分類到對戰規則禁止的 即是甚麼 即是同樣 同種的精靈吧 傳說的精靈不能參戰 清楚了嗎 爸爸支持你 OK 但這裡都是普通劇情 就是叫他幫忙捉精靈 捉蛇文紅 不是 是蛇文紅捉這個拉魯拉斯 好幾成功 不是真的猜錯 你的衣服不是很髒 你不是一個新人訓練師 就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 不好意思 浪費你的時間 我在找天才 那些垃圾死在一旁 真可憐 玩這個遊戲都要被人串 然後到最後 嘩 你吃過一張天才訓練師 好想採訪你啊 很現實 我們要換走水 我們要換鬼 嘩 嘩 舔他反而我麻痺 因為他有包子特性 嘩 嘩 神經病 差一點麻痺 然後被他打死 喂 怎麼會有傷打 先收到膽小蟲 膽小蟲我不用 因為我要用泡沫 所以不用膽小蟲 原來這樣 你也是打公仔 讓我看看你的圖鑑 嘩 看他六隻精靈 快點去上班吧 看我你的名字吧 小田卷給你的圖鑑 那我也給你一份吧 什麼 什麼 紅色 藍色 先消 拍檔比加超 哦 哦 哦 嘩 加速減物攻 完美性格 但是試試看藍色 哦藍色就是E貝 本系技能威力上升 喂 剛才那隻比加超 是不是已經是厲害了 嘩 剛才那隻已經是厲害了 哎呀 又要再拆這裡 比加超其實都有用的 比加超其實都是要天真 可能都OK 或者都不是 特攻我覺得都夠用 嗯 我們要加特攻減 加速度 加速度減 密攻 那麼 拆了一個比加超 加速度減密攻 那我應該都是會用到 比加超去過關的 因為都看起來好像都不差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不差 希望不太差 因為其實比加超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防禦方面實在太差了 因為他的防禦是三角形 超廢的三角形 哇 那些麻痺粉很煩 那些麻痺粉 OK 升得很快 什麼人沒有 什麼人沒有 嗯? 你有沒有看到磨磨菇 我真的很喜歡那種精靈 本來想偷襲你 但看你好像想被 慘華森林 留一輩子 等不及你出去 我就進你了 就是你了 德文的研究員 德文的研究員 這個是 嘩 你是精靈訓練師幫忙 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要保護他 就算你只是英俊 和水艦隊作對 沒有好下場 又是這隻土狼犬 好吧 我們要用 土抹 動啊 動啊 OK 捉了 那和水艦隊作對 你的膽子不少 再來對戰 雖然想這樣說 但我沒有精靈 我們水艦隊要找東西 沒有空了 今天就放過你 多得你了 重要的文件師傅 被人搶走 超級球 超氣 送到垃圾超級球 咦 有一個Mega射 那邊 嘩 這隻是新蟲 新蟲蟲 力量強化 這些對我來說沒有用 因為我沒有辦法 在一些和訓練師對戰的場合 用到背包 所以其實可以拿去買去 如果沒有用的話 就出來了這麼快 也挺快的 OK 我今集的進度大概會去到道館那裡了 但要看看過不過到他 嘩 嘩 不是吧 這麼快可以打到我這樣 為什麼我贏不了 因為太弱小了 嘩 我打算他看不到我 死了這樣就 只有6個朋友 咦 我都電得死 應該是 死前難打 唉 幸好 是不是可以吃藥 先吃藥先 現在不行 場外吃藥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行路草 雙藥 這些雙藥也有用 應該觸發不了 因為我沒有精靈 好 這個阿浦好像都會對打 不要跟他說話 千萬不要跟他說話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來試試第一個道館如何 誰第一個 這個這個 哇 這些圖啊 哎 你也是來挑戰道館 我要珍視 剛剛到這個 道館的徽章 這個道館擅長用岩射系 好好利用屬性克制 否則要成為強大的訓練師 不是這麼簡單 只要使用強大的精靈才會變強 讓我讓你看看 等你讓我看看 你這麼弱小的精靈多 你早點放棄 不信嗎 對戰來看看 一定很厲害 嘩 一來你就搞什麼 真的有電光石 嘩 伏特替腕 喂 輸得啦 大哥 等你12伏特替腕 再加燒傷的 看下歷史 贏不了的 嘩 還會迫勾 沒有 已經輸了 沒有了 今集是這麼多 這裡 因為這個敬敵呢 那些配招都挺厲害 你會見到 如果你懂得玩 你就知道他這個配招是很厲害的 他是完全 配合所有的精靈 特性 技能 剛才你見到 一來就復特替腕 之後就消傷 再用這個 下馬威 對 非常之難搞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 這個究極盧寶石5 再見 字幕作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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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為了解